有人就提出来吗 淘宝用了八年才做到两千亿规模 微商一年就能干到一千五百亿 可是问题是呢 微商的数目太跑大了 据说现在中国都有一千多万人在做微商 那么你这一比较发现 淘宝现在固然是难赚钱 微商再蓬勃发达 难赚大钱 就是都是小成本的 这种低成本的运作模式 所以你要想挣大钱 说我一个月靠微商 说我挣几千块钱 看起来不难 说挣到上万似乎也不是难于上青天 很多人就因为好像一个月我能挣一万多 出手可及 他才愿意干微商 可是你微商这种盈利的方式 这种模式 靠着熟人什么什么 你很难挣到大钱 你要欺骗更是 把熟人都欺骗光了 一分钱都挣不上 所以微商要想再运营下去 必然将来的模式在系统化团队化 就进入一种非常成熟的营销模式 那么说到这儿 咱们得跟大伙实事求是说一下 就是微商有这么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江苏徐州 齐女士通过微信朋友圈添加了一位好友 这位好友说自己可以办连号手机卡 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 那个非常好的那个电话号码连号 8的6的然后还有1234这种叫步步高收 虽然是通过朋友圈认识 但齐女士并未怀疑 先是自己交钱让那个人办了卡 然后又把信息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她的很多朋友看到这条信息后 也想办 于是 齐女士就把朋友的钱一起打给那位 能办卡的微信好友 然而钱汇过去 这位好友却联系不上了 我上这个道以后 我自己也不清楚 然后我就是帮他再继续往朋友圈发卡 卖卡 然后就等于是成他的帮凶了 风险在哪呢 你看 我们现在新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 对于网购各个方面 都给了后悔期啊 包括什么无条件推货等等等等 保护权益的权益 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这个网购形式你刚跟上微商又出现了 而微商里头很多营销方式 靠熟人之间很隐蔽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呢 有时候这个销法 新鲜的销法 很难打到这一块 那么在微信朋友圈里吃了亏了 上了当了 你很难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来维护自己权利 没有实体经销售的嘛 都是网络上的 也有的姐妹们去那个公安局报案 公安部寿命的 现在就是完全找不到 其他的任何方式和维权 所以他要求我们在立法层面 马上得跟上 现在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一步法律制定出来 可能很快就被时代抛到后头 咱们的立法一定得跟上 在一个监管层面 怎么样通过后边的大平台 来监管整个微信朋友圈 以往我们现在监管微信朋友圈 是防止造谣传扬危害社会 那么其实这种劣币驱足良币的 营销模式 在一定程度来讲 难道不危害我们这个社会吗 我们现在说互联网加的模式 要创新 创业过程当中 要有新的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要创新 监管也要创新 卫商这块很好的平台 就有可能陷入最后 大量的步伐商家 占据的时候 最后把这平台做臭了 一个很好的创新模式 最终无劲中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玩 微信朋友圈的 对这个感觉有点很三观 你说这朋友骗我 为了挣钱骗我 用这面膜 开始用挺好 我就信他了 用时间一长发现激素 什么啥都是假的 最后把这皮膚弄成这样 害死人了 有人说这朋友再不能相信了 我不能相信友情了 天是发老一样的东西 什么面膜呀 什么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如果微信圈里 会有太多这种广告 或者代购的 我会把它屏蔽掉 其实你想一想着 咱们这个世界 人家活着你得有利益 不挣钱不行 那么这个朋友 在你这挣点钱 其实也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朋友关系再好 说我通过 卖东西我一月 挣一万块钱 朋友给你关系再好 能不能平白无故 就给你一万块钱 所以这个朋友 在你身上挣钱 是很正常的 你把这些事想明白 你就知道 人性本身有善有恶 这是正常的事情 我们首先要做到 保护好自己 你没办法替朋友 所有地方把关负责 那你只能替自己 把关负责 我不干缺德的事 我也防着 别让别人坑我 你要这个事想明白了 那么对待 微信朋友圈 你就心里气好